准备好尖角好吧 多八个在哪里 来 请来 把他请出来哦 秦川 我 我穿错了 我穿到明朝去了 听说你今天 今天在快乐蓝天下的陆极现场 我估计我一时半会是赶不过来了 嗯 要不 你现在那儿 玩着 好好照顾自己 嗯 我吃点 我来看你 我跟上风其实认识非常久 是 然后差不多六七年了吧 六七年 然后一起拍了四五部戏了 是 然后所以就是私底下 其实是比较好的朋友 然后但是我们在拍戏的时候 也会有争吵 就是 也有争吵 也会有争吵 因为就是他可能 然后他觉得爸哥要这样子 嗯 然后他觉得秦川可能跟他的相处模式是另外一种 嗯 那我就觉得是这种 嗯 那我们就会有这种 这种磨合吧 好 谁让步多一点 嗯 听导演的 哈哈哈哈 就不要骗话 谁也不让 所以那这样啊 既然都这么说了 我们就来做一个默契度大测验 哦 谁和谁的默契度啊 这当然是男女主角的默契度 哦 可是邵峰没来啊 谁说的 这怕什么 我跟你讲 邵峰今天在那边啊 也不是简简单单的 只是问候一下而已 哦 我们问了他很多问题 他都有录制答案 哦 因为我们一样的问题问杨幂 哦 好不好 这就知道答案一个一样了 好 就是我们俩没什么默契 好 不用先讲 万一哦 测了就知道 不要先给自己长排阶一下 哎 这个是我们会做的 我们会做 没关系啊 第一题 请问 邵峰最受不了你的什么缺点 就他自己最大的缺点 每一缺点 他最受不了你 他最受不了你的缺点 太完美了 不理他吧 不理他 哎呦 就是自己太冷 对 有的时候我会就那个 他吃那种生活中很就是很喜欢 密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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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那么我就不理他 你觉得他会受不了你的冷 对 真的吗 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来请看 他刚开始跟你不熟的时候对人特别冷淡 不是冷淡 特别有防戒 防备性 然后我想 跟他拍很多对手戏需要感情的交流吗 我看他生病了 我去给他一麻药给他吃 他就让他看着我说 这药有用吗 然后我又拿冰宝宝给他贴 他说 这冰宝宝给他贴吧 我发现啊 他是一个很得到大家关注的一个人 他只要有一点点事情 大家都都去围着他 所以他有时候经常会去做一些 做一些 突如其来的事情 比如说他会故意摔倒一下 我问啊没事吧没事吧 都去扶他 他会这样看我一天说 嗯 我是故意的 然后我在那里昏倒 昏倒在地上 剧组就没有人来管我 他们以为我是设计的那个昏倒 对 所以我跟他 我跟你说 看我们俩人的待遇 真的是相差太远 其实答案差不多了 对了 看到这个答案你满意吗 其实没有人扶他是他人品问题 对 对 就看着这位上风 哪个小剧呢 是是是 对 我主持多年的各种相亲节目 我就问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请问 你认为你们拍吻戏 怎么现场有观众咳嗽了呢 对 那个 因为大家平时都有 自己被带入的感觉 哦 激动了 保护就自己 请问 你们拍吻戏 是否会尴尬呢 不会 不会 因为我们都是很专业的演员 所以就不会 不会尴尬 就不会尴尬嘛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他是怎么讲的呢 请看 不尴尬 因为吻戏都是强吻 不需要准备 原来是这个演员 然后 刚进力所 原来那边来得及尴尬 对 不能尴尬 准备都没准备好就 呜露了 下一道题 请问你们两个人的颖屏初吻是在哪里 我那场戏好像穿的是绿色的衣服 然后在柱子 因为那天我们刚好看到的 这好像是那场戏 你们记得吗 他好像吃醋什么 我四阿哥什么的 好像是 那我们看答案 那他答案是吗 好像是御花园吧 小花园吧 小花园 是你谁吻的 我吻他 都是我吻他的 接下来这个问题就非常厉害 如果让他在你和佟丽娅之间 选择一种类型 做女朋友的话 有 就如果啦 你猜他会选择谁呢 类型 两个啊 类型啦 不是人 类型 不是人 我们说的是类型 还用猜吗 干什么事啊 其实要是我的话就选两个 因为那是在清朝啊 你说的是现实中 现在 而且你相信我 一夫一妻制是男人的福气 真的 一般没有几个男人对付得了两个女人的 深有体会 你真有支牌耶 结果跟上 他吃过昆英 什么叫我吃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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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他会学哪一种类型 我吧 哎 哎呀 好 这个就不用看了 反正大家都知道答案 哎呀 看一下 这才要看 说不定会有意外呢 女生听到这样的答案会很开心 对 说不定会有意外这话都讲得这么好 你真的好大的胆子啊 事不两立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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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看一看 看下来 来 请看 她们俩都在我不确定吗 那你害死我了 非得让我得罪一个 她们两个人性格都都挺好 但是有不同 杨幂比较活泼一点 鸭鸭比较 就是我跟她其实相处不多 我跟鸭鸭一起拍戏 拍这个工一共才讲了没超过十几二十句话 因为老痛不到 跟杨幂的交流会比较多一点 官方的讲法 她看见好尴尬 而且居然有这种 你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演示尴尬的一些微表情 对对对 两个头发都出来了 最后两个问题 两个人第一次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我们在拍戏的过程中有过 就是因为在现场 因为我们一开始没有交流 然后后来就是我觉得她演的不对 然后她可能也觉得我不太理她 然后那个时候两个人都一开始就是 比较就是可能不太讲 事不理谓 比较不太讲话 然后可能就是 就是还是因为工作 如果有争吵还是因为工作 不会说是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还是因为工作 下一个答案 下一个她讲答案的时候 大家注意一下杨幂的表情 注意 为什么要注意 注意 来请看 第一我觉得我跟她永远不会吵架 第二如果说即便吵架的话 一定是那种很小规模的那种 也肯定是最后是我哄她 最后一题了 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左言问 请问 直接叠了 如何看待网络上盛传的蜂蜜恋呢 这传的太厉害了 传太厉害太厉害 就无所谓 因为可能是大家太喜欢 秦川和八个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然后也一加到我跟邵峰身上 那加上我们私底下又是很好的朋友 就是 所以 可能大家会说你们在微博上的一些互动 其实我们在很早的以前 就是公在播之前 我们就经常在微博上互动 只是那个时候 大家没有太多关注而已 然后后来 而且邵峰也跟我说过一类事 我说我不用太在意 不用太往心里去 因为就是大家就是好朋友 也不会说太多 好朋友 所以还是要得到大家掌声的 虽然有很多人有想 有这样的去希望 但是最后啊 这已经是自由恋爱的时代 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讲 来看一下邵峰怎么讲 就是好朋友 杨蜜他是 他是一个工作狂 我也是一个工作狂 至少 至少现在我觉得 我们的状态都是在工作里面 都没有时间去谈恋爱 但是我觉得 小蜜他性格真的是很好 我觉得是应该很多男孩子 都很喜欢的那种类型 到目前为止 我们一共准备了是八道问题 答案全部一致 其实是太默契了 不错不错